大家好,欢迎来到今天的秘分财报 今天是2022年12月28日,星期三 我是分析师Zoe 来看今日药文 国财商PointBed收涨4.5% 因回应业务收购传闻 公司周三回应媒体猜测 证实了其可能考虑玻璃旗下一项运营业务 公司表示将继续探索为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这包括评估不定期收到的第三方收购提案 开股均成交额为560万澳元 早盘冲高11%后回落 收于1.4澳元 可在深能源商GNX大跌19% 应收购提案终止 公司曾于8月17日收到由Skip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Fund 和Stone Peak Partners组成的财团提出的收购提案 而该财团已于今日通知 将停止推行其指示信建议书 开股进入成交额为220万澳元 收于0.13澳元 来看密分财富筛选榜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各户公司BWX上涨12.5% 换售率为1.9% 无人机公司DIO上涨9.3% 换售率为0.9% 新生产商MLX上涨5% 换售率为0.4%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可栽生能源商GNX下跌19% 换售率为2.5% 探探商5EA下跌14% 换售率为0.3% 探探商ASN下跌10% 换售率为0.4% 来看澳股大盘 ASX200指数周三 收跌0.3% 至7086点 ASX200股票今日表现 涨幅榜前三名分别是 油气商WUSET上涨2.6% 石油公司ALD上涨2.6% 油气商BPT上涨2.5% 电负榜前三名分别是 锂电商NVX下跌10.6% 锂电商SYA下跌10.5% 煤矿商WHC下跌7% 密封财富 智慧理财 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 江亿长青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